《格尔巴》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的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来三个国家 马来西亚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核心国 目前在建包括晚建的项目还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沙巴的一个50兆瓦的光伏项目 现在在建的一个项目就是巴勒水电站项目 项目零件设施机基本上完成了 项目的工期大概是9年左右的时间 第三个项目就是一个鞋拉桥的项目 在紧张的筹备过程中 在整个马来西亚市场上 中国的一些大型的设备平台 在这边都可以看到 像中期的、中年中科的、徐工、柳工的一些设备 尤其是马来这当地的一些租赁设备的一场上 很多都是采购中国的设备 从性价比来看过 中国的设备还是性价比比较高 从质量上、从社会服务上还是比较好的 基本上我们肯定是以中国的设备为主 对我们来说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其中设备这块的 像鱼带雕啊 再一个就是这些重卡 还有一些装载机、挖掘机之类的 建议有一个平台能够把这些资源都整合 比如说能不能够直接对自己的厂家 对于整个内部 这些中资企业包团出去 也是有一定的价格的优势 对整个市场还是有帮助的 像我们现在我们隔着吧也很乐意去跟同行 建筑企业的兄弟一起去抱团出海 我们各自花费各自的优势 会更好地去把项目做好 就出来之后 你靠一家去单导独斗肯定是很难 而且现在整个国际市场 不是很紧细的情况下 竞争是特别激烈的 所以我们也是要团结起来 才能做得更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